大家好,我是阿兰 今天过来帮朋友挖一株这个植物啊 他有一点这个风湿病 然后说我们这边农村可能有多一点 让我帮他挖一挖 现在过去找一找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认识的 看一下有没有作用 走吧 这株植物的话 基本上会长在这些树林里面 或者是一些荒地上 然后平时没挖的时候 发现好多 但是现在还要找一下 看一下 来到这边就发现了 这里有一株啊 所谓我们中国的一草一木 都是宝啊 但是这一棵也不利挖 这一棵在这边有一些难挖 我们到上面挖这一棵吧 这边还有一棵比较容易挖一点 这里也有 这树林里面还是很多的 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叶子 这一棵我们叫葱木啊 它身上有很多这个刺 然后这些很多很多 这是手一碰的话非常的痛 然后这样子还是比较粗了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它在身上全是带了很多次 今天挖两棵给它挖完这一棵 等一下我们挖下面那一棵 只要这个下面的这个根部啊 还是很多的 还是很多的 先把它刺弄掉 这个是野生的啊 他说对这个风湿还是比较有用的 哦哟哟 手一碰都不行 看一下 他说只要下面这个根部 等一下回去的时候 把这里砍断 然后只要这一节给他 他说拿去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吃的 怎么喝的 我也不懂 要下面这一节 这个就很好了 再挖一株 两株给他 试一下看 这一边倒株都是 再挖下面这一株 这一株比较大一点 看一下 这个根部全是掌门子手 碰都碰不了 但是 朋友说 他竟然有这个药用价值 这些我不太懂 反正 他说这个有用我就帮他挖 希望能帮他解决这个疼痛 他说平时啊 翻风就是天气变化的时候啊 特别的痛 有一些难受 有一些难受 这两株下面的根部还是像这个我斩断了 有一部分就行了 就是要下面这个白色的根部啊 这个就先拿回去 大家不知道认不认识啊 有可能很多朋友认识这个可能真的有用 但是我不懂的这个黑药 反正我只懂得挖 知道哪里有 他拍这个图片过来给我 我就直接过来帮他挖 好 现在带着回去 斩断 然后把这个洗干净 然后再拿去给他吧 那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个人再见 拜拜